哇 這邊真的是一個心靈沉澱的好地方喔 今天敬儀帶大家來到桃園歸山鄉的風水寶地威天宮喔 你們可以感受到這邊氣勢非凡的建築喔 據說創辦這個威天宮真的很不容易喔 耗資了18年10億的這個金額才打造出的喔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喔 要來訪問創辦人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喔 據說這個創辦人呢 他也是在我們影視圈拍過多部快智人口的電視劇 包括是阿批婆 雅巴新娘 還有金氏媳婦喔 我們要一起來歡迎李製作來分享這一路走來感動的故事 我蓋這個廟啊 其實啊 是從那個年紀差不多17 8歲的時候 是60年前嘛 聽人家說台北啊 很不錯 有金氏媳婦喔 所以呢 我就想說還要有金氏媳婦喔 那我就上去了 來到台北沒有錢啦 睡公園 睡火車站 對 然後再來去拉三輪車看到一個廟 我進去了 才知道那個廟是關公廟 所以我就跟關帝聖軍啊 洗一個宴 說關帝聖軍啊 你能不能幫忙我 如果讓我能成功的話 嗯 我蓋一個廟 比這個更輝煌 我覺得冥冥中啊 它好像都有在跟我幫忙 所以有時候跌倒 但是樓又爬起來 所以啊 我跟你講 我差不多32歲就當製作人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找地了 想要蓋一個廟還給關帝聖軍 所以找了十幾年 原來啊 找到最後是找到這裡來 有一個老和尚跟我講 他說你這塊地啊 是龍線 對 風水堡地 對 風水堡地 所以就 我們就蓋了 蓋了18年 花掉我 差不多10億 是 因為錢不夠 我又到大陸去拍戲 所以就賺了錢 就把這個廟跟關公許願就還給他了 哇 經過牌樓來到威天宮的門口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尊神蹟妙算 天下第一軍師的諸葛孔明 怎麼在這邊迎接我們呢 對 你看喔 我們的孔明先生啊 是天下的那個軍書 他在1800年前就已經勝出你們今天會來 所以你看上面 你來了 這就是孔明先生啊 他的帝匪橋環 你看喔 這裡可以看到天上對不對 因為我們對我們就是坐在那裡 我們都在這裡拜拜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接到天地冷氣 來威天宮這裡拜拜 這個最冷暗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租師傅 有聽說啊 我們威天宮 拜拜的方式很不一樣耶 對啊 因為威天宮有三寶 我們的三寶就是 我們的拜拜 我們是環保廟屋 我們沒有用香仔金 我們就是用這個 全英農園 來代替金 香薩 和所有的獎品來拜拜 我們就是用兩個的來參拜 拜完呢 一個我們就是跟帝君敬遠 另外一個我們要帶回去 因為就是參拜帝君的信物 可以替我們閉雪 黨煞 護身保平安 另外還有第二寶喔 我們的新的寶寶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來請帝君訪問什麼事情 還是說我們有什麼新聞要跟帝君說 我們可以用寶寶 導入我們那裡有一個寶寶 我們威天宮每個月都會 兩邊的儀式喔 會有威天宮的書 最併所聞之後 才來發這個寶寶 威天宮的第三寶喔 武財神古金就是 跟帝君做財運高東 這叫河谷關係 如果有賺錢 現在回來本行 讓我們的高東館成帝君 這樣就可以了 書師傅 聽說威天宮還有兩件寶物喔 這個就是 觀聖帝君的聖印 這是我們山西運城 觀光家廟送給威天宮的 沒有寶寶 可以讓我們的寶寶行通 書師傅 那另一個寶物就是 就在這邊 對 青龍元月刀 這是我們觀聖帝君 三三文章 觀光家廟送給威天宮的 這在我們觀光家廟 就已經供奉兩百多年了 送給我們威天宮做我們 定殿的寶寶 帝君聖誕 我們都會請出來 讓我們的信長 夢多 這是多就是利嘛 可以讓我們財力雙收 我們去這個文化園區 就是我們的這個臥河區 你看我們這裡還有 全清倫其虎 我們還有一個 時候生下本命活 今天康熙皇帝喔 來到關公的聖壽大典 大家知道嗎 全台灣只有威天宮 有康熙皇帝來幫他的二帝 關聖帝君過生日喔 這個聖典即將展開 我們一起來感受熱鬧的氣氛喔 傳說康熙有一次圍族出巡時 行走在路上 一直聽到身後有馬提升 回頭看看啊 既沒有人也沒有馬 康熙感到很奇怪 就壯起膽子問道 身後何人 剛說完就聽身後有人回答 二帝雲長 康熙一愣二帝雲長 雲長不是三國名將關羽的名字嗎 康熙心裡暗想 看來啊自己真的是流背轉世 二帝關羽生前與我同甘共苦 出生入死 此後仍不忘兄弟情義保護我 我定要撤封二帝為勝 老帝啊老帝 大哥來看你了 哈哈哈哈 今天大哥特別的高興 記得桃園三結役 你忠孝結役 異佛迎天的精神 撼動天地 大哥感到無上的驕傲 今天是二帝你一千八百六十歲的聖壽 大哥到桃園威天宮來為你祝壽 二帝啊千百年來 你對信徒是多麼的愛護 多麼的照顧黎明百姓 赤龍工商 讓台灣有今天的安積樂業 在關公聖誕千秋的這一天喔 吃壽宴可以保佑你平安健康 我們一年一次最熱量的就是 觀聖基金的壽幹 信仲也會在這一天來跟關公祝壽 也非常感謝我們第一屆主任委員李總吉 第二屆主任委員蘇嘉明 第三屆主任委員林曹錦 以及第四屆主任委員張廣博的麗玲 那我們未天宮每年都會頒發獎助學新給中央警察大學 也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這種關公食房啊 這邊環境好優美喔 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關公食房是提供到地的台灣小吃 另外我們還有提供五星級服務的香客大樓 在關公的聖獸大典當中呢 我們採訪到的這位主角呢 他是當年透過關公的指引 為事業走過這個低潮 然後打開事業的新氣象 他就是良機企業的董事長 張董事長你好 黃小姐你好 據說當年的事業是受到關公的庇護對不對 完全對 我就是在33年前 我在最低潮的事業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啊 擁有20家的產業 要叫公司 包括房地產公司 包括這個食品業 包括這個食材業 那個建築業 還有那個機械業 就太多啦 變成啦 有一段時間 就是周轉發生問題 對 那時候是有票計劃的時候 嗯 那麼既然我當董事長 當然票計劃要負責任 那時候要關的啦 就是退票要關 沒有罪要關嘛 是 那時候真的非常痛苦的人生 有一次有機嫌 然後到了關姓地 經典的一個廟 嗯 那麼去拜去求 去祢祐 那一天 剛好那個廟有 在董事長 就出祥物給我 給我指導 是 叫做除了糧機以外 全部都收掉 我就按照它的企務所選的 啊 那麼我就按照這樣做 就把所有的 糧機的產業 其他都把它收掉 也因此 活在兩年吃了之後 最後非常正常啦 如果沒有這個地金的這個指引 我根本沒有今天到大陸發展到現在 喔 差不多有 五六十家的這個辦事處 有七家工廠公司 我真的發展很帥很順利 是 非常之需要 感恩地金的 當時的這個指示 我要按照指示去進行 讓我今天 把我的 企業 更加揮發 那關公的這個指引喔 不只是照顧到您的事業喔 其他的方面啊 也是讓您更加的圓滿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要這個 開始我就每天拜地金 我家裡也有共同地金神像 嗯 那麼有繼續到地金廟去拜 嗯 那麼我也曾經到那個 那個 山西的印城的這個地金出師的地方 也已經走過拜過 所以我感覺 感覺 反而是 跟無形的感覺 無形看不到 好像 好像隨時 都地金在比我 嗯 不時還有給我指示的感覺 對 給我一時的這個 這個靈感也是這樣來的 是 嗯 所以我們人類一定相信喔 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神啊 對 包括說地金也好 他也只存在 你有心他都會存在 嗯 全程就會存在 所以包括事業啊 家庭啊 生活等等 我們知道 董事長是非常有福氣的喔 已經是 家中已經是有 四代同堂了 對 嗯 福氣滿滿喔 謝謝 所以真的很感謝我們這個 關聖帝君的庇佑喔 是啊 關聖帝君的庇佑 聖恩啊 一輩子感恩 哇 非常謝謝張董事長的動人分享喔 今天我也是福氣滿滿喔 能和康熙皇帝 一起來替 關聖帝君祝壽喔 感受這熱鬧非凡的場面喔 所以有機會呢 也歡迎大家來到 桃園龜山的威天宮參拜喔